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两天给大家介绍过的绝望无助呐喊的一天文警察 有很多网友们在那个影片底下留言 为什么警察没有带大声过 为什么没有拉封锁线 民众们怎么这么没有素质等的指责 所以今天就想将这位警察与媒体的采访内容 全部整理给大家看一下 当天这位警察事先接到了民众动手打架的报警后就出动了 而在途中发现发生了踩踏事件后 与一起出动的同事马上就跑到现场附近了 这里上去讨厌棙后就跟眼睛中发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我这个警察的人双了 已经备门在了这个事情 然后在剧场的迷惑 儿在上开始发生了 去网友的迷惑 Virus从彼此发生的部份 就像同事马上暴力中央议 在公司看起来 同事马上的警察官質疑 还有其他人们呢 在楼上迷惑 后迷惑 被移动的浓血迫 力商量以控制 加持育 europ下来 距离学向迷惑 空间扮这个工具护 在一起 和其他和其一个 这位警察没能准备大声过 也是因为一开始是接到别的报警电话出动后 才发现了踩踏事故 之后其他警察们也都跑到现场来支援抢救了 然后跟一些指责的留言不一样 大部分的民众们都非常配合还帮忙救援了 现在在上班的时候 也总是会想到事发当天请警的这位警察 只是觉得非常对不起医疏们 这位警察的警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好意思 採訪這位警察的主播們最後表示 使用這三角形成功 接著用五角形成功 接著!